以撒兽阿比米勒之集 创世的二十六章七至十五节 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 他便说那是我的梅子 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 他心理想恐怕这地方的人 为利伯家的缘故杀我 因为他容貌尽美 他在那里住了许久 有一天非利是人的王阿比米勒 从窗户往外观看 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伯家弃援 阿比米勒召了以撒来 对他说他实在是你的妻子 你怎么说他是你的梅子 以撒说我心理想恐怕我因他而死 阿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 文中险说有人还你的妻同枕 把我们陷在序里 于是阿比米勒晓语众文说 凡尖着这个人或是他妻子的 定要把他致死 以撒在那地耕中 哪一年有百倍的修成 又或华赐福给他 他就昌大 日增月成 成了大富户 他有羊群 牛群 又有许多仆人 菲利斯人就疾导他 当他父亲阿伯拉罕在世的日子 他父亲的仆人所画的井 菲利斯人全都塞住 填满了土 阿比米勒对以撒说 你离开我们去吧 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 以撒就离开那里 在基拉尔谷之塔 像坊 住在那里 当他父亲阿伯拉罕在世之日子 所画的水井 因菲利斯人在阿伯拉罕死后塞住了 以撒就重新画出来 迎照他父亲所叫的 叫那些井的名字 以撒的伯人在谷中画井 便得了一口活水井 离开那里又画了一口井 他们不为这井真敬了 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河伯 他说 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 我们必在这地昌城 以撒从那里上别是吧去 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然说 我是你父亲阿伯拉罕的神 不要惧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要慈福给你 并要为我博人阿伯拉罕的缘故 使你的后裔繁多 以撒就在那里捉了一座坛 求高耶画的命 并且支搭帐篷 他的伯人便在那里画了一口井 经文独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